鳧琦 我們這幾天 把一些寶貝也放出來 大概 大概超過兩年 樹美牌舊款的 应该是树莓牌第3代的 终于把它找出来 我们把这个 深度摄影机把它调一下角度 应该是这里 好 那我们把它切换成一般的 这是深度的 我们把 Color把它切过来 好,这就是我们的 树莓牌 可以看一下 好 那 好,那我们这个画面应该可以切掉,那我们主要我们先 透过 远端的方式我们去登录 好,所以我们远端桌面先直接连线进来 凡事 这边左边当然在按OK 基本上我们username当然就是用它预设的Pi Password我们也做非常简易的 Password 那我看还是可以登进去 好,看起来好像有点迹象 好,果然我们就登录进来了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开启个终端机 好 那我们当然这边就先下一些比较简单的指令,因为 这台机器很久没有用了 我们先看我们所在的资料价,我们目前是在 Pi Home下面的Pi 那我们这边 想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修改Password 修改Password它就跟一般的 Dabian的Linux电脑一样 所以它的指定就是 速度 Pass WD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新的Password 再来一次 OK,我们的Password就修改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再看一些 需要做的一些指令 比方说因为很久没有更新了 所以我们速度 apt update 然后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好 好 update都要这么久的时间 那当然跑到不快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upgrade 好,那这个预判时间可能会更久 好 那该做的还是要做 好,这边发现我们需要更新的软体蛮多的 基本上可能是 差不多都要更新 这可能需要更新的 好 那我们当然是要打Y啦 好 好,那我们更新看看 这时间可能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 哦,它跑了也相当久的一个时间 哦,它跑了也相当久的一个时间 哇,它现在刚才只是FetchData而已 然后终于到百分之百啦 我们看看它现在的Change 去ReadingChangeLogs 这边还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讯息 所以 我们这边大家先做一些决定 好,那我们这边都先不要改变 好啦 好,随便按CUE 好,这里当然会会一段程序 好,那安装它 整个安装需要蛮 重新更新安装需要蛮长一段时间 好,我们 装到了 已经94%了 那就花了不少时间 那当然是整个装完之后 当然是要reboot 好 好 那应该是整个更新应该是完成 那 我们其实可以看 像它的G++的 Virgin OK,它这个G++的Virgin是6.3的 那我们就先更新到这边 更新到这边 好 好 我走 好吗? 好,好 好, 走 好, 走 好,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